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2011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我们现在在成都的四川省体育馆继续向大家介绍比赛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一场混合双打 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张南赵云磊迎战韩国选手金姬荣和郑景恩 这是韩国队的一对新人 以前的比赛当中见到的也比较少 没有什么印象 应该是刚刚开始组合参加比赛 韩国队在亚运会 李孝珍夺冠之后 李孝珍已经有了退役的想法 这样对他们的混合双打 实力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杀球 球速比较快 赵云磊缺乏准备 中国队的两队选手赵云磊 是来自湖北的运动员 张南是来自北京的运动员 他们从去年开始合作 夺得过去年全英混合双打的冠军 球还是在界内 现在中国队在双打方面 进行了一些重组 以奥运会为中心 那男双的选手过去 张南和柴彪分开 郭振东和徐晨分开 由郭振东和柴彪 组成一队男子双打的选手 配合蔡云富海峰 作为主力 双打的主力 而张南和徐晨 是转为以混合双打为主项 另外中国队在混双上 还有余洋和福汉斌 这队奥运会的同派组合 另外再加上陶家明和田青 这也是很有实力的一队选手 这四队混双的整体实力都不错 看看哪一两队能够代表 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不对 余洞去美国队友 四队跟自国队的其中一位 由郭振东方冠赛 大数外员 QUON! 上來 好球 这个球两个人轮转配合也不错 张云磊批掉完了之后 马上上去抢往 韩国队回球出了底线 韩国队女选手郑景恩在发球上比较有特点 发球的质量也挺好 我觉得张楠和赵云磊还是在前面场的连贯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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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 9 这球也暴露出来韩国队两个人的配合时间也不长 9 9 10 10 8 9 10 9 1 9 8 8 8 中方到了第一局的间歇 11比9 韩国队领先2分 因为韩国队选手呢是新组合 所以张楠赵云磊对他们也不太了解 一开始还是处于试探 1 10 8 8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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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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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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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太會了 11 9 3 好 好 三十五 10 1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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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南殺球下午 今天張南趙雲蕾顯得上場之後不夠興奮 整個人的狀態沒有調動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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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半场韩国队比较主动 张登赵云蕾在前半场他们的一开始的连贯就不好 一直到现在整个的节奏都跟不上对手 连续防了几拍最后还是出现了失误 17比12韩国队把比分领先了5分形势比较有力 好 韩国队处理球还是挺凶的 刚才在被动的情况下反拍这个抽球处理的很凶狠 不过下网 这球是金基隆在放网的时候扯高了 17 不错了不错了 完全不均一种 好 好 16 韩国队在去年底以来 也进行了教练组的更迭 已经担任他们十多年 总教练的金仲珠 不再担任总教练 成汉国现在是韩国队的总教练 整个的教练员班子 看来也是换了很多年轻人 中国的追到17比18